不論是Android 還是iOS Windows 或是 macOS 如果想把這些裝置的小螢幕投放到大電視 應該要怎麼做呢 喬弟最新推出的Magic Ether 就是一款幾乎覆蓋了所有裝置 投放到大螢幕需求的產品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Magic Ether 在內容物上 提供了包括主機本體 Micro USB 接口的電源線材 以及一條 RJ45 網路線 打開就可以馬上使用 在配置上眼線的觀眾應該已經發現了 Magic Ether 是一款連接網路線材的接收器 在安裝上也非常簡單 只要先將網路線分別插上路由器 以及Magic Ether 本體 接著插上電視的 HDMI 接口 最後再將電源線插上 Magic Ether 就會自動開機 順帶一提 在供電上為了確保穩定 建議透過充電器進行供電 不建議直接插在電視的 USB 接口上 設定完成後 只要把手機的 Wi-Fi 連接上跟 Magic Ether 插著網路線的同一台路由器 就可以開始投放啦 連接完成後 只要將電視開機 馬上就能開始使用 邦尼也順帶提一下 Magic Ether 採用的是網路線材跟路由器進行連接 最高可以輸出 1080p 的影像 也就是說 只要手機跟路由器訊號保持暢通 Magic Ether 就能穩定的投放串流 其次就是少去網路設定的步驟 只要接上線就能立刻使用 不過換句話說 Magic Ether 是和電視跟路由器擺在附近的一般家庭 邦尼認為如果你的電視跟路由器剛好在不遠的地方 其實有限的方案值得考慮 畢竟在延遲跟順暢度上會穩定不少 接著邦尼也來示範一下 所有平台的各種裝置 如何投放到Magic Ether 上 首先是Android 裝置 因為Magic Ether 不支援Miracast 投放 所以在使用上需要採用跟Chromecast Mirror 相容的 App 進行投放 邦尼也整理了三種投放方式 大家可以選自己最熟悉的選項就好 第一種是透過EasyCast App 一樣先將手機連接到同一個Wi-Fi 接著到Google Play 商店 下載EasyCast App 打開後點擊右上角的搜尋裝置按鈕 找到Magic Ether 點擊連接 連接完成後就會出現鏡像的按鈕 點下後手機就會馬上投影到電視上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透過EasyCast App 投放 聲音不會到電視上 還是會在手機上播放 這點需要特別注意 第二種比較方便 不過會因為機型不同稍有差異 簡單來說 如果你手機內建的投影本身支援Google Cast 例如Sony Xperia 1 內建的投放功能 或是三星手機的Smart View 你一樣可以透過手機內建的投放功能 把手機螢幕投到電視上 不需要額外下載任何App 畫面跟聲音都可以成功投放 順帶一提 搭配上三星的調整長寬筆功能 就能讓手機的比例跟電視畫面相同 達成滿版播放 第三種方式就是透過Google Home 進行投放 你必須先下載Google Home App 並且手機連上同一個網路後 等待Google Home App顯示Magic Ether 等待時間會比較長 大約一分鐘左右 點進去後就可以將螢幕投放到畫面上了 值得注意的是 因為Google Home 接口的限制 目前透過Google Home 只能達到720p的畫面投放 但畫面跟聲音都有 在排序上 邦尼會推薦以Android 手機為主的使用者 可以先確認手機是否支援Chromecast Mirror 如果支援使用內鍵投放最容易 而Easycast 跟Google Home 則是可以在不支援的裝置上搭配使用 接著是iOS 裝置 相較起來 Easycast 在iOS 上就單純許多 只要先將手機連接上Magic Ether同一個Wi-Fi 接著進入控制中心 點擊螢幕鏡像 再選擇Magic Ether 手機就會投放到大螢幕啦 此外 在第一次使用時 記得先將韌體更新到最新版本 首先到App Store 下載 Easycast 的App 打開後 點擊右上角的搜尋設備 點擊Magic Ether 就可以完成連接 連接完成後 點擊左邊的選單進行韌體升級 在更新完成後 你就能進行YouTube 串流啦 你可以打開YouTube App 點選上方的投放 icon 就可以將影片放到電視上播放 最重要的是 透過YouTube 串流的方式投放 在畫質上會來得更好 也可以達到滿版 此外 影片在電視上播 你的手機還是可以正常使用 繼續滑Facebook 回訊息都可以 非常方便 不過目前YouTube 串流功能 似乎因為剛推出的關係 還存在一些問題 目前在快進跟快退上 偶爾會有音訊跟影像不同步的問題產生 會需要斷開後 重新投放 其他後續可以持續更新解決 讓這個好用的功能更加穩定 如果不想繼續看YouTube 只要到YouTube的App 點擊投放的按鈕 停止投放就好啦 順帶一提 YouTube 串流在 Android 上面也有 一樣更新韌體就能使用 最後是電腦的投放 我們先說 Windows 一樣先將電腦連接到同一個 Wi-Fi 或將網路線接上同一個路由器 接著到 Easycast 官網 下載 Easycast 應用程式 打開後 點擊搜尋裝置進行連接 接著點擊鏡像後 畫面立刻就會投放到電視上了 你也可以點擊延伸桌面 讓電視當成電腦的第二個螢幕使用 除此之外 邦尼也建議 將電腦解析度調整成 1920x1080 會更符合電視的顯示比例 在邦尼試測之下 偶爾透過大電視來進行一些編輯文字的作業 只要不要有太多滑鼠拖動需求 也還算可以順暢進行 如果是蘋果電腦所採用的 Mac OS 就相當簡單了 一樣先將電腦連接到同一個 Wi-Fi 或將網路線接上同一個路由器 接著找到上方選單列的螢幕鏡像 Icon 選擇 Magic Ether 就能投放畫面了 你可以選擇作為獨立的顯示器使用 讓大電視變成第二螢幕 此外 Magic Ether 也支援 Google 語音助理 設定上必須在 EasyCast App 當中綁定你的 Magic Ether 接著打開 Google 語音助理 說出我想跟 EasyCast 說話 並且完成帳號設定 當你想用 Google 助理播放影片時 只要說出我想跟 EasyCast 說話 然後說出你想看的影片 越精準越好 例如我想看邦尼邦尼的 iPhone SE 影片 接下來電視就會進行播放 如果想停止的話也是一樣的步驟 說出 OK Google 我想跟 EasyCast 說話 接著說停止播放影片 不過邦尼還是認為 直接透過 YouTube 投放 或是投放手機畫面 會更直覺快速一些 整體來說 Magic Ether 提供了非常完整的連接解決方案 幾乎完整覆蓋大家常用的各種裝置 在延遲上有了網路線的直接連接 穩定許多 YouTube 串流也會更加順暢 不過還是取決於大家家中的路由器性能跟網速啦 必須注意的是 Magic Ether 需要連接網路線 所以更適合電視剛好在路由器旁邊的使用者 或是要拉長一些的線也還是可以 不過邦尼認為 Magic Ether 目前只支援 1080p 的解析度 還是稍微可惜的地方 期待後續也會有 Magic Ether 更高解析度的版本 但除此之外 如果你正在尋找一個能夠讓小螢幕投放到大電視的解決方案 Magic Ether 的確是一個便宜穩定的選擇 千萬別錯過囉 好啦 本期節目結束了 別忘了右上角對Magic Ether 進行投票 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邦尼幫你 並且打開小鈴鐺 及時收到最新的評測通知 當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 Line at 找到我們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別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啦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